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此刻放下忧虑 以平静安稳的心与我们的上帝趁紧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上帝看见我没 我们先听听阿摩斯书七章十至十七节 第十节 伯特利的祭司阿玛祭 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巴安那里说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 他所说的一切话 这国担当不起 因为阿摩斯如此说 耶罗巴安必被盗杀 以色列民定被老去离开本地 阿玛祭又对阿摩斯说 你这先见那要逃往由大地去 在那里胡口 在那里说预言 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 因为这里有黄的圣所 有黄的宫殿 阿摩斯对阿摩斯对阿摩斯说 我原不是先知 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是木人 又是修理桑树的 耶罗巴选照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对我说 你去向我问以色列说预言 阿玛祭 现在你要听耶罗巴的话 你说 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也不要向以撒家的下预言 第十七节 所以耶罗巴如此说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地必有人 用城子良了分娶 你自己必死在污谓之地 以色列问定被老去离开本地 在墨西根州有140亿棵树 其中大部分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树 不过墨西根州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 寻找大树的比赛 目的就是要找出那些最老最大 足以被封为活地标的大树 这个比赛就让平凡的树 可以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就是每一个树林里面 你都会可能找到获掌的大树 这样就能够被人关注了 上帝就跟大多数人不同了 他总是关注那些平凡人 那些似乎遭遇忽视的人事物 在刚才读到阿摩斯书七章十二节新译本 就提及到 在北国以色列王耶罗邦安统治期间 上帝就差遣一个叫阿摩斯的普通人 前往北国 呼吁百姓要远离恶事寻求公义 不过阿摩斯去到之后就遭受排斥 并且禁止发声 在经文提到百姓藐视地说 你这个先见酒吧 滚回游大地去 在哪里你可以说语言 而在十四至十五节的新译本 阿摩斯就这样回应说 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本是牧人 是修理桑树的 但耶和话选召我 叫我不再跟随羊群 他对我说 你去向我闻以色列说如言 在阿摩斯还是一个 修剪桑树的普通牧羊人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认识他、关注他 而在数百年之后 新约的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八节 主耶稣也同样注意到 无花果树底下的拿旦叶 以及路加福音十九章四至五节提到 爬到桑树上的杀盖 并且呼召这两个平凡人 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是否不起眼也好 其实上帝也会见到和爱我们 并且使用我们去完成祂的旨意 各位朋友 为什么有时你很难相信上帝会见到你 当上帝注意到每一个人的存在 这方面如何彰显祂的爱呢 阿摩斯书七章十五节 是这样说 耶和华选召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对我说 你去向我闻以色列说如言 亲爱的上帝啊 亲爱的上帝啊 即使我被人忽视 传道 阿摩斯坦诚说自己原本不是先知 只是一个牧人 也是修剪桑树的 阿摩斯是南国犹大人 凤差遣向北国以色列文传讲上帝的信息 警告他们 会因为不忠于圣约 而遭受上帝的认罚 虽然阿摩斯 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但是上帝却使用他 去向上帝的百姓 传讲信射 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